Hello,大家好,我是小黑 不要走,不要走 看看我们的猫妈妈 这深更半夜的,抓了一只小家桥 小鸟 在这一直特别着急 就想送回去给它的这些宰们 但是呢,它不是刚打完疫苗吗 然后不太方便喂它的宰 所以说小黑也就没有让它进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小鸟 小黑刚才也拿手案了 应该还是非常柔软的 再按一下,不要咬到我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自己不吃,想留给它的宰吃 天呐,真的是好妈妈呀 那我们的猫妈妈呢 就一直在这个门口这边守着 她就一直特别想进去看看 叫什么 你想进去,你想给你的宰吃 自己吃了吧,天呐 这个小鸟 虽然说是死了的 但是我觉得问题应该是不大 应该是它抓的 非常的柔软,它不像老鼠 别吃了老鼠要,小鸟的话一般问题不大 我们就让猫妈妈自己吃了 别吊进去,全能给它们,它们也不认识 英勇威武的这个猫妈妈 它一直在这叫 怎么了 你看看,你看看你姑娘 小渣团 怎么一点也不像你,你说说 真的是特别着急进去 我们的猫妈妈真的不但说是长得非常的漂亮 带孩子这一块 无论是生的孩子的颜值 还是自己带孩子的专业程度 太厉害了 你就在这等着吧 妈妈已经下起了小雨 自己钓一个地方吃去吧 快吃去吧 就着急进去 快吃去吧,自己吃去吧 好吧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给我们小伙伴录到这里了 我给猫妈妈带一个安全的地方 让它吃去吧 又要进去了 那么我们就下期见咯 拜拜